湖北实验这个爆炸 死了多少人 其实大家不知道 因为新华社公布的通稿里面 告诉你 死伤人员的数量 它有一个前提 是经过搜救 确定 死亡多少 重伤多少 那么搜救的结果 是不是已经彻底了呢 一般情况我们看到的这种 伤亡结果都是 循序渐进的 按照需要 不断地在增加 可以在今后增加 所以你完全信任 它初期公布的数据 应该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之前在南京出现的这个公交车爆炸也是这么一个问题 它说的人数和实际的人数相差非常巨大 凡是通报实际情况的人都被以造谣传谣的罪名 拘留了 那么今天你看到的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你就想一想 这些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你不要研究它死了多少人 因为一手的数据你没有 得到数据的人他不会公布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灾害呢 仅仅是意外吗 前几年其实我们就开始谈这个问题 中国未来有两个问题比较严重 一个是建筑灾害 一个是恶性报复社会 那么恶性报复社会的前段时间比较密集 或者说五月份确实比较多 大家收集的这些资料看起来相对比较安全 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安全的城市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那么建筑灾害呢 可能很多人就忽略了 因为之前说楼倒下来了 没死几个人 或者说新房的还没住人的到了 那么跟着高架桥塌呢 这些问题都被非常牵强的解释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杜绝 比如说九十年代开始的大季节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全国就像一片工地一样 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就看到了 经济突然的增速 然后硬着路 是吧 过几年经济又过热了 然后又硬着路 那么在这几次 过山车一样的 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建筑上的腾飞 最开始你感觉到的是深圳速度 是吧 三天一层楼 后来你看到的是金桥银路 甚至中国自己的媒体 把中国的基建形容成 基建狂魔 那么它就带来了一些隐患 这次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天然气的管道 如果说真的按照全球差不多的标准 你不能说完全跟欧美同步 是吧 这个咱跟国际接轨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成本问题 一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那么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灾害呢 是因为管线在建设的过程中 它和其他管线混在一起了 比如说跟这个雨水管 污水管 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那么在泄漏之后 稍微 遇到一些明火 就会爆炸 大家应该知道 这涉及到 极限爆炸的这么一个概念 天然气的极限爆炸 大概在 5%到15%之间 超过这个比例呢 会出现燃烧 这次的爆炸 仅仅看到了爆炸 没有看到明火燃烧 那么在泄漏的地方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 施工过程中 没有按照作业流程 与其他管线 保留足够的安全距离 我相信 这种报告 可能很久以后 才会被公开 而且可能是 小范围的公开 但这些情况 在全中国都存在 你不能说 今天 湖北实验炸了 是吧 大家认为 湖北做得不好 其实 整个中国 都出现这个问题 包括我之前提过的 这个液晶木墙 30年 是它的设备更换期 那么90年代 建设的这些 液晶木墙的建筑 在中国 应该来说是 大批量的存在 那么现在这些企业 因为每一栋高楼 实际上都像一个 城市一样的运作 它还有足够的精力 去做好这些 维护或者更换吗 这些费用 应该来说 是非常庞大的 更别说地下的管线 那这些问题 仅仅限于这个 天然际管道 或者说 我们已知的桥梁 房屋的建设吗 实际上并不值 比如说最近几天 正在被大家关注的 核电站的问题 广东台山的核电站 从它建设开始 就没有通过安全标准 法国人早就预警了 现在直接把警告信 写给了美国国务院 告诉大家 要注意 这可能是一个雷 有可能现在就要爆 那如果把它关停 可能是最好 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台山核电站 在建设的过程中 有几个标志性的东西 第一个 它是单机发电量 最大的机组 第二 它是辐射最大的机组 第三 它是最不成熟的技术 因为它没有通过验射 这是法国人提供的技术 但法国自己 没有帮它验射 第四 是一个中国特色 同类型的 核电站机组 中国只使用了 不到欧洲一半的价格 就把它运行起来了 你可以说中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 然后在本国范围内 可以压缩成本 但你不要忘了 即便是这样 台山核电站 自己承认的进口的部件 超过一半 国内配套的设施 即便都不要钱 你也是远远低于 欧洲装机成本 建设的 那不说你偷工减料吧 最起码 价格对不上 这就让它 在几年的运转中 一直被质疑 甚至认为 它是一个隐患 那这些 应该来说是 源自西方的技术 西方能够跟踪 并且不断地提醒 那么在中国 自身 建设的过程中 那这些隐患 谁来发现 谁来提醒呢 那每次都是 爆雷了以后 大家把它认为是 某一个单位 偷工减料 在应该得到 预警或者整改的时候 没有得到 相应的关注 最后造成了灾害 那可以说 所有的这些 七小事 最后 都能找到一个 顶报的 但事实上 问题并没有解决 像湖北实验 这样的情况 你不要认为 仅仅是一个爆炸 它实际上是 中国 一系列 建筑灾害 过程中 释放出来的 一个点 如果要是 以点待面 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一番整改 可能 它是中共 没有能力 去承担的 这也就意味着 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 建筑灾害 贫乏 将成为一种常态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